佛教的天堂和地獄的觀念 當如痴的人於此時此地及以後 做下自身墮地獄之時 有智慧的人做了他自己的天堂 佛教的天堂和地獄的觀念 完全不同於其他的宗教 佛教不接受天堂和地獄是永久性的 由於他在人間有了弱點 就算判他永墮地獄是不可理解的 但只要給他機會去改善自己 就可以理解了 從佛教觀點看 他們已經代入了地獄 只要以他的善業功德 或者過去世的功德 是一樣可以獲得解脫的 地獄之門不是沒有鎖匙的 地獄是暫時的地方 沒有理由使他們永久地在地獄中受苦 佛陀告訴我們 天堂和地獄不是在世界以外 就是在這個世界 如此 佛教的天堂和地獄的觀念 是非常合理的 舉例說 佛台有一次這樣說過 有一個平常 沒有知識的人 做了一個斷言 他說 海洋底下有一個地獄 他這個宣佈 是錯誤而沒有根據的 地獄是一個名詞 其意義是指身體上的痛苦感受 佛教不接受天堂和地獄 是一個特定的現成地方 這個世界的地獄之火 要比世界以外的地獄更為灼熱 沒有比親恨、貪欲、愚痴 這三讀的火燒更為灼熱 佛陀說 我們凡夫 給十一種火燒 貪、震、刺、病、老、死、憂慮、悲哀 身心上的痛苦、悶鬱和悲傷 人們可以用這些情慾中的任何一種火 都能燒毀整個世界 從佛教觀點看 是最容易分別天堂和地獄的 反之 什麼地方有更多的快樂 不管是這個世界 還是其他的星球 只要有享樂的特殊地方 這一處就是天堂 然而 人間 是苦樂中合的 人類 經驗到苦和樂 才會理解到生命真正的本質 但是在其他各種星球的眾生 很少有機會 理解到這種道理 因為在某些地方 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痛苦 同時 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快樂 天堂是暫時的居所 因為他們做了善業 所以享受教場的感官快樂 所以享受教場的感官快樂 地獄 也是暫時的地方 他們做了很多惡業 所以身心感召痛苦 如果說這些地方是永久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 也不是有一個上帝 他們在天堂或地獄中主了一切 每一個人都按照他們的善、惡、業力 去決定一切 佛教不以煉獄 去恐嚇世人 或者指定有一個樂園的快樂 去取悅人們 而介紹佛教 信佛主要的信念是修心養成